唉唷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超級隨機喔 很久沒有看到這兩位高手相遇了 Manus對上Yo 這場比賽比較特別的是超級隨機 地圖的部分一開始有兩個果子 果子的輸入面還蠻多的 中間這條河裡面有金槍魚群 還有這個箭魚群 還有少量香龜 那打海圖來說的話 還是要前期去開這個碼頭 比較容易吃到魚喔 那魚的部分大概全部加起來 可以吃到快要4000肉吧 這樣粗無計算的話 所以打海圖還是多多少少 補兼魚喔 對前期的加成會比較好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文明喔 文明是選擇了蒙古 右這邊選蒙古 那蒙古的話吃野豬跟這個鹿肉啊 野生動物的肉類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他在一些海圖來說是蠻有優勢的 他的存在類似於立陶宛這種的 高速上封建時代 然後立刻有用這個火蒙頭去打擊敵人 那蒙古這個文明呢 後期的話是非常強的 但是需要大量的黃金跟石頭 那目前看起來這張地圖的黃金跟石頭 都蠻多的 而且都在自己的領地內 那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蒙古這個文明呢 最主要還是要打這個大洛馬 跟這個草原騎兵 還有馬攻路線會比較適合他 那落馬的部分呢 是要到城堡時代 有清奇兵才會增加這個血量 所以在黃金時代的時候 跟對手一樣都是45滴血 那這張地圖他是有兩隻刺猴的 雙刺猴開局 控圖控起來就更快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這個地圖 反正在兩邊控的很忙 兩隻刺猴這個又已經控好了 繞對方家裡已經繞得差不多 反正是對手這手還在繞 那看起來又這邊是想要打一個 封劍洛馬開局 那蒙古人的馬攻射速也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後期還是要打蒙古圖技 比較適合他一點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西拜亞人 那西拜亞人最大的特色是 劍道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每研發一個科技之後 會獲得20黃金 例如這個織布技術啊 或者是伐木技術啊 或者是一級農之類的科技 都可以提升這20塊黃金的效果 而且他本身這個文明 在兵工廠裡面不需要花費黃金 就可以研發兵工廠裡面的科技 所以可以省下非常大量的黃金 西拜亞來說這個文明算是蠻全面性的 基本上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攻兵啊步兵騎兵都是ok的 但是他不能升級奴兵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西班牙人的話比較適合打這個西班牙政府者 到了城堡師 當然要趕快去挖這個石頭 蓋洞城堡出來 打西陣的話是他的主力 那在海圖的部分呢 他可以蓋這個火炮戰船 火炮戰船的攻擊力 雖然發射速度是一樣的 但他這個炮彈飛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西班牙有這個超強艦隊的 支撐的這個名號啊 所以我覺得西班牙人 算是比較偏向於後期文明 但後期他又不能只靠西班牙征服者 後期還是要打遊俠 配一些少量的西陣就好 因為西陣到後期攻速不快 是個問題 還是要靠遊俠攻速快 彈過去才比較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打法吧 這邊我們先加速看一下 目前這邊是左邊先圍死了 那這張地圖對魔鬼來說還算不錯的 因為石頭都蠻穩定的都在裡面 雖然這塊主經在外面有點難受 但對手其實也差不多 但是還偏裡面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張圖對右來說 比較不好一點 跟對手比起來的話 他的圖是偏爛的 這邊蓋了一個木牆 然後補了一個馬舊 但是右這邊是沒有去下 馬舊的 沒有下碼頭的 這邊直接被抓掉一村 哎呀 又這邊直接 鬼祟到了左邊這個位置 偷了一村 那他沒有下碼頭的好處是 可以更早升到這個封建時代 然後可以出肉馬去燒老 然後在這時候再蓋下碼頭 然後又可以出火蒙頭 直接去燒他的漁船 那這就是黑暗時代 去先蓋碼頭的一個優缺點 你先下碼頭的話 雖然經濟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你可能會升時代輸人家 那如果有別人是用一個 正常的升封建時代的方式 很有可能就會直接領先你 這個時代上的一個優勢 然後直接出戰船去燒壞你的漁船 讓你的經濟去被做一個打擊 甚至很有可能你出戰船的時間 會比較晚 也導致你後續出戰船 也很難打贏對手的戰艦數量 那又這邊是打一個強攻陸巷 三隻伺侯加上海陸進攻 打得非常兇 貝勒斯這邊 重生到了空箭時代 這邊要打直層的樣子 他到了28P才點 OK 他這邊打直層 那這邊可能不會做防守了 這個漁船就讓佑這邊盡情的燒了 他可能一艘戰船都不會出 這邊趕快蓋下四級跟兵工場 點下城堡時代 升級 石頭再挖 OK 看來是要打吸陣喔 其實不然就是要打吸陣喔 不然他這個 城堡時代的威懾力不夠強 那蒙古這邊可以考慮轉點戰毛病喔 或是生旅會比較好 當然有些玩家會說 打吸陣可不可以用駱駝啊 或是草原騎兵喔 可以是可以啊 但是數量夠多 基本上 被會操縱的吸陣的玩家 去秀操作的話 你的草原騎兵跟駱駝 還是很容易被秀光的 所以我個人比較建議 新手還是直接出戰毛病 被動防守 然後加點僧侶去著想對手吸陣 就差不多了 然後專注把這個經濟農上去喔 畢竟人家挖石頭又出襲陣喔 經濟肯定不會好到哪裡去喔 這時候你只要偷偷開農 只要農贏對方 上到地龍時代 都有個反擊喔 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城堡時代要打贏西班牙的人實在太困難 通常都是會打一個為死開農的打法 會比較適合 對付西班牙征服者這個策略的玩法 西班牙這邊到了城堡時代也沒有出 這邊要出這個三個TC 雙TC開農 這邊要稍微解釋一下為什麼是三TC 最主要是因為他蓋了一棟城堡 要出西針喔 然後還要再按村民喔 很容易斷落 那你蓋TC的原則就是要讓自己不斷村嘛 那你要出兵的話就很容易斷兵或斷村 但是一蓋城堡之後 要先把這個西針數量 累積到大概四到五隻喔 才比較好擊殺一隻村民喔 那其實三隻西針就可以射死一隻村民喔 但我們還要含 西班牙征服者砲槍的機率喔 所以大概我會比較推薦四到五隻喔 再出門就好了 雖然三隻也可以喔 但三隻要夠近 那如果你的對手真的沒有為死的話 就可以考慮三隻出門 就去砰砰 那這邊又是選擇用戰船稍微防守 火魔頭稍微燒了一下 但是現在已經有三隻到了右的領地 這邊先稍微往下探圖 看有沒有偷偷蓋碼頭啊 或是偷偷蓋東西的喔 沿岸巡邏 看起來是沒有喔 這邊使用高地反擊下火魔頭 這邊西針要出去就有點麻煩喔 現在這個兩艘船在這邊擋著 蒙古果然也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兵種 蒙古突擊 然後蒙古突擊到了帝王時代喔 跟西針互射的話 裡面是非常大的 因為蒙古突擊到帝王時代 這個攻速很快 攻擊力又高 攻擊力12攻 打西針的話真的是不差的 而且現在西針又被nerf喔 遠防又少了一點 只剩下一點防禦而已 所以打起來的話西針後期是 完全可以碾壓 喔不 蒙古突擊可以完美碾壓西班牙征服者的 所以這個部分 Valance可能還是要趁早的 轉出自己的遊俠去跟他打大後期 那河域現在沒有拿下來的關係 所以Valance可能還是要先思考 要怎麼把這個河拿下來 畢竟河域沒拿下來 對方可以用自爆船喔 在這邊巡邏喔 讓他不太好過去進攻喔 所以這張地圖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同時要去思考怎麼拿下陸地 也要同時也要怎麼想去拿下海域喔 那西班牙人拿海域的話 優勢非常大的 可能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金瑞火炮戰船 西班牙人是非常強的一個選擇 那這邊前面蓋兩個碼頭 這邊有一些漁船七艘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應該是看到了 把這個戰船往回拉 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蒙古點下二級一次 待會要來準備出蒙古圖技 這邊火蒙頭也出個兩艘 先應該存在碼頭裡面 然後去升級一下奴炮戰船升級 把這個火蒙頭變成火戰船 這邊直接試隻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蒙古圖技的一個操作 秀一下 高打低 三很高 射11隻 哎呀 沒有彈道血就射得這麼準 這個圍超打得不錯 這邊點下奴炮戰船升級 這邊稍微囤一下數量 這邊一個對打 但是這邊直接吃到城堡傷害 木古圖技再次向前 射一發 沒有彈道血歪了 但是現在跑速有優勢 可以追得上西針 西針槍跑得很慢 火蒙頭過來救駕一下 戰船性的遠防都是蠻高的 所以蒙古圖技打戰船其實很容易打輸 這邊 出了一些火蒙頭 然後變成火戰船 變成火戰船 火戰船之後防禦變成6 更大了一點 那這邊的海域又是漸漸就沒有了 這個魚船全被燒光 還沒有啦 還有四艘在右邊 但Malens慢慢把海域給打回來了 剛剛他是輸的 反而是蒙古優勢 現在蒙古現在變成有點劣勢了 西針槍這邊趕快開出3TC開農 有 3TC開農 農田也在繼續灑 他灑得蠻早的 那Malens這邊 邊打架 邊控兵 非常厲害 這邊也是 3TC也是順利運轉 前線的話也是瘋狂在控這些蒙古圖技 真的有時候看不太懂 這些玩家到底怎麼控的 可以邊控農 然後又邊控兵 這邊持續在蒙古圖技射 射速非常快速 雖然打的血量很少 但還是可以慢慢磨 把這個血量磨掉 那我覺得Malens這邊出弩炮戰船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是遠距離攻擊 果然出弩炮戰船了 這邊還點下了1級遠防 再提升一下抗箭矢能力 還是戰艦過來 空洞圖技能繼續秀操作嗎 看起來 這個槍射得有點準 直接射倒了3隻 又這邊可能要先撤退了 這邊再打下去 會直接送王者剩下6隻 又這邊轉去自己的奴炮戰船 第四個TC開下左邊 但自己的主精衣袖拿不下來 這個主精控下來非常糟糕 找個機會控 那又在前線想要蓋一棟城堡 來防守 現在兵力其實不太夠 只有9隻蒙古圖技 要遇到這些奴炮戰船 你要打回來是非常困難的 而且奴炮戰船的攻擊範圍是8射程 這個城堡可能很難蓋得起來 後面還有吸針喔 這邊大量的單位在前面壓制住的 這個沒辦法吧 哇這個村民直接被打殘 後面蒙古圖技射戰船非常癢 遠防6 你只有8攻 射一下只有2滴血而已 打戰艦確實不太好 這邊趕快處理一下生旅 生旅不管是招戰船或是招對方吸針都很好用 但是Balance這邊也想要在前線蓋一棟城堡 那這邊蒙古圖技在前線 不知道該怎麼辦 先射村民 我現在有單刀學了 射得蠻準的 但是現在數量不夠多 對方有戰船的壓力 這邊西方中負責 能夠... 竹子又蓋好城堡嗎 城堡還有46% 這邊拉了更多村民走出來 還想追尋前壓 不想放棄 這火戰船一直輸出 非常舒服 這邊村民決定不再左邊蓋城堡 選擇撤退 這種城堡可能會被建立起來 又這邊拉了更多的火戰船過來防守 這邊勝率直接開始招降 要找弩化戰船嗎 還是找火戰船 哇 Balance直接被壓了回去 在對岸自己在島上蓋下來的城堡 這邊魔物突擊損失了一些數量 這邊可能要撤退會比較好 但是勝率先來招降 沒辦法招到 直接被弩化戰船反擊回去 魔物突擊數量越來越少 被岸上的西針 加上海戰的部分 全部反打了回去 但好笑也是建立起了自己的前線防禦 這跟城堡差的也不夠外面 好 但正面感覺西班牙這邊也快蓋好了 見到速度30%就是快 好 這邊先往左邊走 欸 可能要死一隻 啊 果然死一隻了 那前線再補下更多的馬頭 這邊看來還是要死守打海戰 這張圖的海戰真的蠻重要的 能不能順利渡河進攻 就是取決於泥海戰有沒有拿下來 好 我把戰團稍微反擊 繼續把對手的戰艦拿到家裡防守 好 這邊直接上高地 硬扁掉這些蒙古突擊啦 哎呀 數量壓制 好 少量的蒙古突擊終於被解決掉 戰團部分只剩下一艘 好 還有 還有很多艘 好 勝到地友是在西班牙可能要趕快點化學 唉唷 馬上又點了 OK 岩元點化學之後 才可以點這個火炮戰船 出火炮戰船來反擊 好 現在這個城堡 好 那這邊蒙古要繼續出火戰船嗎 好像也只有這個選擇 蒙古後期戰艦比較強的東西 就只有這個重型火戰船 那西班牙的話可以考慮喔 直接出爆破船 直接做個反制 好 岩元戰船 配這個 西班牙的火炮艦隊 再加上這個自爆船 是比較適合西班牙的 針對火戰船的一個壓制喔 好 西班牙這邊點下三防 攻兵練獎一點啦 這樣西班牙的防御率點到最高 短時繼續打西戰的話 可能會不利喔 但現在沒有關係 反正現在還可以先打海戰 登陸戰之後再轉遊俠就好了 這個時間點繼續打蒙古圖技 加上這個西戰喔 兩個互打還是可以接手的 因為遊俠這個時間點 要點下來非常困難 而且你還要先點工坊 那這個時間點先去升海戰的單位會比較好 這是打一個海戰登陸戰的一個細節 遊俠不要那麼快點 好 那果不顯然 又有這邊點出了中型火戰船 跟航海技術還有靈鎧獎 這邊可以草率出一些肉馬 但這邊肉馬打戰劍跟吸陣 其實效果不太好 可能只是要出個肉盾 畢竟血量多 這個城堡可能會有點難守 這邊距離投司機已經出了兩台 又這邊挖黃劍時間不夠多 而且這邊戰劍可以直接上前一點嗎 哇 這邊出了一艘爆破船 要來炸 還點了重型爆破船 OK 該次人都生好 這邊炸個一波 不錯 炸到三艘 一艘三艘殘血 又一瞬間海戰突現劣勢 雖然這裡有重型火戰船 但是目前Balance有出自爆船的關係 火戰船的效果並不是很好 那現在要轉出奴炮戰船 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才可以慢慢轉出來 正面的城堡攻防戰 目前是由Balance 這邊是四台巨頭 打四台巨頭 四台巨頭是在打城堡 又這邊四台則是在打對方巨頭 拆掉了一座還不錯 但自爆船這邊炸個一波非常漂亮 直接炸掉兩台巨頭 哇 這邊Balance打的反擊非常快速 兩邊在互換巨頭的情況下 還可以留幾艘自爆船去炸對方 好 吸燈這邊的優勢就出來了 吸燈打戰劍其實傷害還不錯 並不會太差 OK 那目前火戰船 繼續坦克前線傷害 但現在兩台巨頭的關係 沒辦法即時收掉對方巨頭 是非常困難的 至少也要四到五艘 但是重用撐不住了 這個城堡終究還是修不回來 這時候又點下大羅馬的升級 Malance火爆戰船要出了嗎 唉唷 出了一艘了 OK 這邊火爆戰船一出來 巨型頭司機可能會被全部拆光啊 因為火爆戰船射得非常精準 而且飛彈射速又快 OK 射光 又這邊明顯劣勢 Malance戰劍越來越多 火爆戰船有點太過前線 唉唷 躲掉箭矢 這個圍超最後一下躲掉箭矢很關鍵啊 不然這個戰船可能是要爆啦 OK 這邊用大量戰劍去掩護火爆戰船 讓火爆戰船可以有輸出的空間 三巨頭 四巨頭繼續補了過來 可以順利拆掉 哇 那又這邊 主金守不住很虧啊 這裡有七座金礦 每個金礦都有八百金啊 看來是挖不完啊 OK 又這邊可能要成刀斷金喔 剩下的黃金也都在外側 三塊金 三塊金 看這邊要來挖金礦 好 這邊補了一根 瞭望塔 瞭望塔沒什麼太大意啊 巨頭跟火爆 火爆戰船就可以收掉 好 這邊又點下了三級色跟化學 Malance點下盾裝騎士囉 開始轉遊俠了 真正技術一級攻 哇 戰劍尼亞 這就是我想看到的西班牙 無敵艦隊 不過在歷史當中 這應該都稱為黃金艦隊 這個叫無敵艦隊沒錯 那黃金艦隊是那個星海爭霸裡面的 聖母艦 黃金艦隊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這個西班牙的搭配喔 就是奴炮戰船配重型爆破船 還有這個火炮戰船 這種搭配也是非常強 遠攻有優勢之外 人家爆破船過來也可以互爆 就算火戰船過來一貼也可以炸爛 然後火炮戰船 如果奴炮戰船互射的話 你用火炮戰船的這個火力加持 所以我覺得西班牙的戰船來說 是偏強的 可能也不是最強 我覺得最強可能另有其人喔 目前這個龜甲戰船 韓國也是增強了一些些喔 彈力也是蠻十足的 所以我覺得西班牙能不能變成最強 也是有待定論 那我個人還是蠻喜歡 西班牙的戰船的風格 蒙古人這邊點下了非常多的肉碼 還有這個蒙古圖技 蒙古圖技雖然還被削減了一點 雖然還有兩千多塊黃金 但這兩千多塊黃金 要怎麼好好分配投資是個問題 這邊遊俠眾走得出來 又可能會有點麻煩 這邊非常多的耽誤在互打 這邊打不太贏遊俠 因為這邊精銳蒙古圖技還沒有點下 一講完就點了 趕快點 因為點下去之後才會加二攻喔 才會變成十二攻的傷害 現在只有十攻的話 射遊俠實在太癢 只有三滴血的傷害而已 好 但是記憶的城堡已經被開拆 那如果城堡數量 偏少的話 蒙古圖技就很難量產 這就是我們說的 蒙古文明喔 黃金跟石頭缺一不可 然後它又不是經濟很好的文明 所以要撐到大後期是非常困難的 蒙古圖技經濟中有升級好 但是只剩到最後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爆的話就沒救了 後面直接用肉馬硬拆 拆掉了一棟巨頭而已 後面遊俠就持續補了過來 城堡後面也補了一棟 這棟城堡能守得住嗎 好 直接棄手 爆了 倒光 好 又有這邊補下駱駝 那地龍時代的遊俠打駱駝的話 是一定要升到重裝駱駝 不然一般駱駝的話 其實是扛不太住對方的遊俠 還是很容易直接被收掉 看這個傷害 打駱駝多痛啊這個遊俠 哈哈 重裝駱駝還可以勉強有點慷渴 大概六四開而已 而且蒙古這邊也沒三防 雖然三防在近戰來說不是那麼重要 但有的話還是有點差別的 好 這邊遊俠直接無情亂砍 這邊出了一隻勝率稍微招翔一下 看起來打鬥結果 又看起來是要出大事了 好 駱駝稍微反制了回去 就少量駱駝配蒙古圖技 當然現在蒙古圖技 數量還是要更多一點比較好 雖然太少 集火能力並不是非常優 啊 遊俠還是偏難打 遊俠再次碾爆這些重裝駱駝 這就是遊俠最狠的地方 數量壓制還是能打贏駱駝的 好痛好痛 又這邊非常慘 左邊這塊金礦也要沒救了 巨頭也在偷拆左邊 這面遊俠大樹亂竄 這邊一隻犧牲都不用出 全出遊俠 然後升級火炮塔 這火炮塔是要往裡面插的意思 內插火炮塔 好 西班牙人 優勢慢慢組織展開起來 蓋建築物速度特別快 這火炮塔 建造速度會非常快速 蒙古這邊要反擊也非常困難 OK 這邊也打不太贏 蒙古不要說拆建築物了 現在連正面都快來苟不住了 創民樹降到剩九十二村 創民樹越來越少 後面還轉出了一些垃圾兵 戰寶兵也是全滿 三攻三防都有 打這個蒙古圖技血量非常高 喔唷 西班牙人這個搭配非常nice 有俠配戰矛 火炮塔慢慢升入 直接升差 給對手最後一擊 戰矛兵用肉身去扛對方的駱駝傷害 硬點了一些蒙古圖技的血量 西班牙這邊點下了霸權 增加一下村民的血量跟防禦 前線蓋火炮塔的話 生存能力會比較好一點 但現在肉有點不太夠 這邊戰劍持續延暗騷了 讓右這邊生不如死 非常難受 但人口數還是維持在190人口左右 風古圖技這邊持續拉扯 村民樹升八十二村 又還有機會嗎 感覺有點偏困難 好 八全一號 村民直接硬上 血量變八十滴血 遠防四 近防三 攻擊力還有9 爭取能力一變高 還有戰鬥能力 好 西班牙這邊直接 ALL IN了一波 遊俠進去 無情亂砍 又有這邊奮力抵抗 黃金只剩下三個人在挖掘 三個黃金只剩下最後的一點 西班牙這邊黃金還有27個人在挖 火炮塔繼續插入 OK 雖然有這邊反擊火炮塔 但這個能反擊多久呢 好 遊俠可以上去運拆巨頭 運拆巨頭應該沒問題 那這邊還是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好 這邊巨頭悄悄上前 到了正面 想來偷拆這台城堡 最後的兩棟城堡又能夠守住嗎 遊俠再次上前貼近 戰矛繼續輸出 拉扯拉扯 好 看到巨頭 要不要先拆一下 還是要先拆巨頭 拆完巨頭之後 左邊 蒙古圖記加肉馬 直接來硬拆 雖然拆掉了一棟 但還有兩台在輸出 正面的遊俠也是被 蒙古圖記收掉了 但是遊俠死之前也是砍掉非常多的蒙古圖記 所以蒙古圖記數量一直被消滅掉 沒有辦法繼續死撐 喔 這邊要過來硬點 但是又這邊打錯了 GG 哇 雖然這邊火炮塔 跟戰艦工程喔 都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自爆船 重型爆破船 跟火炮戰船 還有搭配弩炮戰船 搭配喔 打得著實很漂亮 又這邊海戰後期 本來就是烈士狀況喔 所以很容易打出海戰正常 但他這邊主禁沒有即時挖完 有點可惜喔 呃 城堡雖然下得還不錯 至少有建立起來 但沒有把太多村民先來挖 把這個主禁挖完 有點可惜了一點點 那我覺得蒙古到了後期喔 打西班牙確實沒有很好打 除非自己蒙古圖記數量 可以來到60隻喔 那打遊俠的話就綽綽有餘了 那西班牙這邊的策略也是打得非常漂亮 除了打遊俠之外 也有打這個戰毛兵 登陸戰之後還搭配了一些火炮塔 直接做一個深入打擊喔 讓又沒有可以重返經濟的可能性 這個一些細節打得確實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沒意外的話是西班牙全影喔 結果石頭右這邊挖非常多 右這邊挖這麼多石頭 非常傷經濟喔 但還可以撐到這個後期喔 而且右本來就沒有經濟加成 這個文明後期基本是零經濟加成 西班牙的話後期經濟好 也只是因為他剛剛土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雖然進到速度還是有差 當然經濟有點補勝 而且沒研發一個科技 可以獲得20黃金喔 但後期黃金非常多 這邊本來是二生物而已啦 但這個四生物是後期打到這個 右的這個聖物喔 吞出來才去抽鹼的喔 那我覺得西班牙打蒙古 有點算是五五開吧 那如果右這邊防守或地形再更好一點的話 我覺得可能就結局不太一樣 畢竟你看這個金在外面真的太傷了 如果金在裡面的話可能就會好打很多 畢竟人家的主金在裡面喔 過得真的相當的舒適阿 畢竟人家要打登陸還是有點偏困阿 那右這邊的話 金在這個外面的話 對面還可以用戰劍喔 去做一個壓制你的主金的位置喔 所以我覺得這場地圖有點被地形殺啦 感覺又輸的有點被地形搞的關係喔 但Manus打的也是確實漂亮 這火炮塔確實也是插得很好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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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